從政治的角度來解決 從政治的角度去看 我不明白 剛才這位先生說的後現代那種包容性 多元化 和你剛才說的涵蓋性的精神 我覺得仍分不大 這個多元化是一種現代的發展 唐先生都贊成的 這個不是反對的 背後的精神有什麼不同 背後的精神是缺少了涵蓋的精神 你意思是後現代那種多元化 裡面都沒有涵蓋性的 只得多元化精神是不夠的 只得多元化精神是會分裂的 最後都會鬥爭的 你意思是他那種精神雖然多元化 但每一個各自那個細的部分 都還是覺得自己適合的 對 即是會有這樣的趨勢 有這樣的趨勢 但假如他覺得自己適合 他只是在自己的圈子裡面 覺得自己適合 他在一個圈子外面 他就再不能夠 亦都不容許他有這樣的思想 有沒有預言這個問題 預言這個問題 是的 我這個討論 龐先生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看回那些歷史 他是會 踩過地 會踩過界的 他們是會想去踩過界的 總是有這樣的趨勢 會想踩過界的 即是譬如這個 生物學原則 到最後 他可能不只是講生物 講到這個宇宙的創造 那些達爾文 那些理論 可能將它擴大化 它會變成一套政治的理論 即是社會的理論 即是宇宙論 都可以 即是西方的理論 很多是這樣出來的 那你覺得 這個後現代是沒有行過性的 那什麼是有行過性 就是現代 因為現代 現代沒有行過性 現代是追求 因為後現代 你是追求那個 即是已經是說到 沒有絕對真理 他不是在說那些事情 他是在說 現代就是追求有一個絕對真理 而後現代 每一個細部份 他自己都追求他絕對有真理 但是他們依然還是 裡面是競爭的精神 是唯我獨尊的精神 不過呢 現代那個 由一個統領了全世界 你都聽我這個 這個一一的理論 這個 這個終極的理論 這個可能 這個 你用絕對這個字 將它 怎樣說 將它有一個便意 我理解所謂絕對的話 就是 普遍性 普遍性 就是 時間和空間 或者只是時間和空間 有普遍性 即是說 現代其實是追求一些 有普遍性的真理 但是 後現代 就已經 好像 有這種真理的可能性 但是 其實 其實 這個 我覺得 後現代的方法是 猛的 你可以說 有 這個 有相對的真理 一定有 大家都知道有 但是 是不是代表 沒有絕對的真理 我就覺得 不是 就是 同時也有 一些普遍性 但是 現在 後現代的人 就是 他們說 現代的人 覺得有一種 普遍性的真理 所以才會 造容不到 譬如 國產主義 希特拉那些 他們覺得 我已經手拿 最終那種真理在這裏 但是後現代就是想打破這裏 你說 你拿到最終的真理嗎 我說 我知道 我自己都拿到 甚至乎 他破除了後現代 他不信理性 他甚至乎 覺得理性 都 他覺得 即是有個 絕對真理 可能性 已經沒有了 絕對的真理 那個可能性 都沒有了 你既然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說 那個行蓋性 似乎又想 又走回那個 絕對真理 那一邊 那條路 這樣就 唐先生的意思 當然不是 講這個 絕對真理的方式 去講 這樣 他想講這個 行蓋性 其實就是 想說 我們那個 人的 心靈 他主要是 講這個 所以你講得 對這個 其實 唐先生說我最後 說回儀家的說法 這個 所謂的 行蓋性 就是 儀家的想法 就是 人的道德心靈 我們如果 能夠 那個 心靈 提升一段 的時候 這樣 我們就能夠 欣賞到 即是我們知道 不同了 我們知道不同 但是我們 就不用一個 競爭的心態 來去看 不用競爭的心態 來去看 用一個欣賞的心態 這樣呢 我們就知道 他每一個 他的優點在哪裏 每一個 那個 那個 不同 每一個 學術團體 每一個理論 那個位置 在哪裏 這樣 我們就 知道他的價值 知道他的價值 就可以能夠同時 肯定那麼多 不同的理論 不同那麼多的哲學家 不同那麼多的學派 就知道他的價值在哪裏 這樣 就容易溝通 涵蓋精神就是這裏 即是我們能夠同時肯定 不同的說法 就算他的說法是不同的也好 我們都能夠肯定到他的意思 那如果佛教的精神更好 佛教就比較少肯定的態度 佛教的意思就是比較屬於大家 我剛剛講過的東西都是 你也對 他也對 他也對 佛教他也對 佛教也對 他也對 沒有人錯的 你也講過 這樣的話 就是另外一種相對主義 另外一種相對主義 等於說沒有東西是對錯的 那就是只是一種 佛教就要消除了你的是非心 你現在就說 每人都是對的 其實都是這樣 不是每人都對 他放了在對話那裏 他放了在 你這個重點 談戒性已經放了在 我們之間可以對話那裏 不是每人都對 剛才這個 他那個說法 就不是每人都對 你又對 你又對 不是這樣 你解釋 涵戒性是甚麼意思 他不是每人都對 即是 凡是有價值的 都給予肯定 這樣說 有價值 所以他不是 你也有個人去決定 哪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是啊 那他就說 誰說有價值 就是儒家話那些有價值 就是有價值 就是這樣 是啊 你可以這樣說 那也是 為甚麼儒家話有價值呢 這個就是 所以唐先生的說法 就是 他是根據那個 是人的道德心靈 所以他為甚麼要這麼著重 講這個人的道德主體性呢 他最後做決定 那個呢 就一定是 人的最後那個的道德主體 這個是人最後去做 那個涵戒性呢 就是從這裡來的 涵戒性不是由你個人意志的 是由人的道德主體 那誰決定那個人的道德主體 也是儒家自己決定的 應該是這樣說 道德主體是人自己決定的 是人自己決定的 但人有很多種不同的決定 你可以有一種決定 我有一種決定 他有一種決定 他有一種決定 這個就是 講座時出現的問題 就是道德相對性的問題 對 道德相對性 道德相對性 對 道德決擇 或者道德行為 實踐出來的內容 當然是有不同的 這個是很不同的 那 儒家所說的內容 也有部分是這些內容 教你怎樣做人 但是儒家最主要的義理 就是這些內容 每個人在道德實踐上 他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在道德實踐上 大家都相同的部分 就是道德主體性 這個是相同的部分 譬如你的決定 我的決定一定不同 譬如我說 孝 就是要陪伯伯喝茶 你說孝 就可能陪伯伯 聊天 大家的做法不同 甚至有些矛盾 有些人 這樣 但是問題 我們就不是由這裏 去看道德主體 我們是由這個 道德行為背後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孝的心 從這個孝這裡 我們看回頭 原來這個是大家都相同的 可能我和你的做法很不同 這個可能你 沒有理由 我